风吹来的傻若在悲伤的眼里 谁都看出我在等你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 你的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 明明做错了事情却死活不敢低头 明明不懂的东西非要假装很懂 做任何事情都喜欢强出头 在别人面前永远不甘示弱 他们看起来很强大 事则不堪一计 鬼谷子僧说 欲高反下欲去反语 善于示弱才是真正的强者 一 伴强者是因为不够强 作家杨澄澄在他的书里 分享过这样的一个故事 杨澄澄曾经带过一个新人 是个很有文学天赋的男生 但是这个男生最大的毛病 就是喜欢瞎承诺 爱生气 每次当问他能否盖好一个工作时 他总是说没问题 然而 令杨澄非常纠结的是 他总是不交活 经常在被催了无数次滞活 才勉强把活给交了 其实 男孩的少部分工作 做得还是相当不错的 只是工作效率太低了 直到他辞职后 杨澄正在明白 那些交给他的看似特别简单的活 他根本就不懂 得一个知识点 一个知识点的去学 而且 有些知识点还不是简单的查查就懂 一定得家以食日 才有可能弄懂吃头 所以那阵子 男孩每天都很生气 总感觉公司故意给他安排了一些 他根本干不了的活 这位男生的经历 又何尝不是许多人的真实写照 对于一些人来说 承认自己不会 远比硬着头皮去做要困难得多 因为在他们看来 示弱是一件丢脸的事情 只有表现的无所不能 才不会凸显自己的无知 殊不知 扮强者 恰恰是因为不够强 急于证明自己 才是人心最大的愚蠢 二 只有弱者 才喜欢逞强 听过一句话 示弱不是真的弱小 逞强也不是真的强大 随着阅历渐身 我们终究会发现 只有内心虚弱的人 才喜欢拼命逞强 某档综艺节目中 清华学霸何明哲的出场 引发了不少争议 作为补卫的实习生 何明哲到岗之后 一度表现于十足 第一次合作翻译文件 他就忽视其他队友的意见 自作主张地充当领导的角色 各种辩论赛的总结和终辩 他都乐于担当 总是一副自信满满的样子 可惜 结果都是实力配不上野心 导致队伍最后失灵 和导师打交道时 他也迫切地想要表现自己 第一次见面就夸 梁律师的衣服好看 团建时又主动给使律师敬酒 无非是想从其他赛道 争先一步 找到自己的存在感 只不过他爱逞强的性格 却没能得到大家的喜欢 更多的时候 他都像一个局外人 尴尬地游离在团队之外 更糟糕的是 后来何明哲还被观众 拔出了简离造假的问题 情话学霸的人设瞬间崩塌 于是网友们纷纷评论 原来他圣系灵人的背后 只不过是心虚 不难发现 生活中喜欢强出风头的人 内心都有着不为人知的自卑感 正是因为害怕被别人看穿 所以时时刻刻都想要逞强 《示弱的力量》一书中 说不敢示弱 是因为我们过分渴望认同感 不敢接受自己的不完美 不敢承认自己是一个普通人 虽然伪装出强者的姿态 能让我们守住一丝虚假的自信 可是一个人只有接纳真实的自己 才能做到脚踏实地 只有认清自己的能力 凡事不逞强 才能行稳至于 三 越强大的人 越懂得示弱 去年有一次 我有幸参加了一场 媒体见面会 见面会现场十分热闹 聚满了来自各个地方的 媒体从业者 大家记忆地做自我介绍 针对媒体行业的发展 各述己见 当时我注意到 我的对面坐着一个年纪偏大的先生 看起来温文尔雅 整场 见面会下来 他都在认真地倾听别人的发言 时不时地在本子上记录着重点 每当听到自己不太理解的地方 他都会诚恳地发问 哪怕对方比自己小很多 他也会谦逊地称呼为 别人为老师 见面会结束之后 我才从别人口中得知 原来这位低调又好学的先生 是当地一家知名杂志的主编 已经出版过两本有名的著作 那一刻 我不幸有些佩服 生活中 很多人不喜欢暴露自己的物质 因此 对于自己不理解的东西 要么假装目不关心 要么不懂冲动 可是 真正厉害的人 反倒不害怕向别人示弱 因为他心中有沟河 眼里藏山河 很认同这样的一句话 示弱不是软弱 只是强者隐藏实力的表现 真正优秀的人 愿意藏风手中 放低自己的姿态 四 当你开始示弱 世界便温柔了许多 有时候我们之所以在人际关系中 处处碰壁 是因为锋芒毕漏 从来不肯认怂 可是却忽略了 示弱是一种温柔的力量 当你学会了示弱 整个世界都温和了许多 民国时期 26岁的沈从文 被邀请到大学讲课 教室里 挤满了许多 无名而来的学生 沈从文走上讲台 看着台下这么多人 顿时紧张了起来 他在台上呆呆地站了十多分钟 竟然不知道从何讲起 后来好不容易开口了 他一面急促地讲述 一面在黑板上抄写提纲 原来 预备讲一个小时的课程 不到十分钟 就全部说完 地下的学生开始有些躁动 台下小声地议论着 这时候沈从文拿起一支粉笔 转身在黑板上写了一句话 今天是我第一次上课 人很多 我害怕 看着这句话 谈下的学生 一下子笑了出来 并回报一热烈的掌声 沈从文用弱者的低姿态 来坦诚自己的不足与紧张 既得到了学生的谅解 又化解了自己的尴尬 听过一句话说 弱者逞强 只会被人当成笑话 强者示弱 反而会赢得别人的好感 其实人性就是如此 相比于高高在上的人 我们更喜欢 与拥有小缺点的人相处 毕竟 人无完人 每个人都有自己不擅长的一面 内心虚弱的人 才会时时刻刻地 正想好胜 心里平和的人 早就无惧别人的眼光 一个人只有放低自己的姿态 才能真正得到别人的尊重 当你坦诚地把自己的弱点展露出来 也会在无形之中 拉近与别人的距离 有一句话说 逞强是弱者的伪装 适弱 是强者的智慧 愿你 适弱不软弱 坚强 而不逞强 不必张牙舞爪 也能与世界温柔相处 与他人远近相安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